臺灣人也是漂亮得好 孤親該歲兩句話和你做參考 該歲該歲該不歲你 好朋友今天我們來做美菜 來你聽我說 講他鍛鍊四角聲 有風地無冠名 我們知道說 古代小技很多現代要英雄 我們就要想很久 古代的美菜也一樣 很多年輕人現在不能看過這種東西 所以就要一直在頭上 先幫你碎明 原來就是以前我們說 靈仔銀 很多銀女 英雄都英雄 中歐一項四角 這樣說英雄定四角聲 先說有風地無冠名 我們知道說換這個風地 就出一款新的銀女 上頭的當 當一個公司通報 有不 所以這樣說有風地無冠名 原來以前的銀 靈仔銀 這樣說銀 一定四角聲 對嗎 就是中歐一項四角 有的有歐有的沒有歐 不知道 過去人家在說錢 有另外一種說法 說說空風聲 就是中歐四方的一項 這樣說說空風聲 那時代不一樣 對錢的廟下也不一樣 因為以前用這個銀女 用這個銀子銀 所以有一句俗意味 說錢沒有兩個擲不斷 這表示說 你一個錢拿去站到面站 拿去站一站 但是兩個錢這樣燒 鯨 鯨下去 有聲 國前這樣鯨很難聽 不是我們以前都說 說銀仔銀就要真的 鯨下去才會鯨 就要真的噴下去才會鯨 所以真的銀仔銀兩個擲就彈 這表示什麼 標示說 如果你有意向的事情做不成 就要你為什麼要愛 對方的感覺說 對這個事情有真行 說比較討厭的就是這樣 這樣真的擲的彈 兩頭都要有意識 說愛銀也一樣 你只有一頭要對球的風聲 唱什麼你青鴨長 只在那邊亂亂 但那邊吹一彈一彈 人對方就真的沒有那個神秘 你這樣假標示也沒效 人家說你這個青鴨長 不過說青鴨長 我怎麼過去人家在說銀票 青鴨長跟銀票哪有什麼閃連 所以不知道說日本時代 這好年甘在台灣 出一張大張的百票 正面回到一個一百年 後面回到一個 平壤的青鴨長的形態 所以人家說有這青鴨長 日本時代大張有這青鴨長 後來國民黨來之後有一張 一千人都說黑民的 誰叫黑民的 國政不要在那裡太改歲了 不然會讓我檢記 我們也知道 以前一千的頂頭 印人頭上 當然民間打招丹說出民 說拿一張黑民的出來走 也是愚蠢愚蠢